2014年6月9号 我带着不满六岁的女儿和四岁多的儿子 从北京飞到洛杉矶 那时候感觉婚姻已然破碎 对未来完全没有计划 我以为换一个国家换一个环境 自己就能从旧生活中跳脱出来 一个人在美国带两个幼小的孩子很难 先生那时候似乎也不关注我们的动向 很少电话联系 我以为他就这样慢慢放弃掉这个家 那半年在教会 每周日葛牧师都在讲顺福 师母带我祷告也说顺福就是蒙福 我听到这些本能地开始逆反 后来签证到期 2015年2月 葛牧师为我施洗 弟兄姐妹为我送行 那时候多希望自己还是个孩子啊 擦破皮的膝盖 比伤透的心容易愈合 回国后 我既是和神打赌 也想试一试顺服 究竟会怎样 2015年至2017年 我努力放下自己的骄傲 尽力尊容丈夫 让他重新回到一家之主的位置上来 这期间我很多次的操练自己的忍耐力 并挑战我们自己各自的担当 可他并没有让我失望 反而是我一退后 他立刻能够接手 完全胜任 并且比我过去努力支撑要做得更好 这两年中 我们学习接纳我们本来的样子 却因着不要求改变 而经历着改变 2017年至2018年 先生和我一起参加了 家庭生活婚姻研讨会 加薪夫妻营 爸爸早餐会 少年探索者等一系列主内活动 并见证了大女儿受洗 我能感觉到他在努力朝我靠近 也在向真理不断靠近 是的 我们的关系和好了 预备好再次做父母的时候 老三来了 阿爸父给的功课 不管我躲到哪里都必须交账 当我考试合格的时候 祝福就来了 2017年9月 我们去医院为胎儿建党 春婷姐妹正是这家医院的专家 但当时她已经再次赴美公派访问 可是一收到我的消息 马上安排同事照顾我 直到生产 神的安排就这么奇妙 三年前在林良堂认识的姐妹 谁知道三年后 会给我这么大的帮助呢 神的恩典 真是超乎人的想象 孕十一周时出现前置胎盘的可能 如果后期胎盘不能长上去 孕晚期和生产时 大出血的概率会很大 医生说没有任何办法 要么等胎盘自己长上去 要么到时候尽力抢救 放弃这个孩子是不可能的 我们和医生又什么都做不了 唯有祷告 很快教会的弟兄姐妹 知道了这个情况 纷纷提供解决方案 有的联系血库 有的可以随时陪伴 先生也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担 并尽量在家或家附近工作 以备不时之需 我们那么多人 为这个小小的胎盘彻夜祷告 到孕十六周壁超时 胎盘竟然自己长上去了 感谢赞美神 在人所不能的 在神都能成 可是到孕三十二周壁超时 发现子宫疤痕处 有一段四厘米的位置无基层 这一段子宫壁厚度 仅为四毫米 医生通知完全卧床或住院观察 所谓无基层 就是这一段子宫壁没有肌肉承托 毫无弹性 可能随时破裂 又是人无能为力的状况 唯有祷告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虽然风险一次次来临 但先生在这个过程中的改变是巨大的 结婚十几年 我从来不敢想象 他会主动接送孩子 给我们做饭 主动拎我手上的包 更换垃圾袋 辅导孩子学习 神就这么奇妙 他的儿子他亲自管教 我只需要信靠顺服 手术前夜 医生特别指出 术中有几项风险很容易发生 术中膀胱受损 术后脂肪液化 伤口无法愈合 胎儿潜在不可视畸形的 当时哭也没有用 一晚上唯有祷告 我是2018年3月15日早上第一台手术 当天西安教会成岛 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 同一时间 洛杉矶灵梁堂晚岛会上 美国的弟兄姐妹也在为我做提名祷告 术中术后 不仅一项风险都没有发生 我甚至恢复的比前两次剖剖产都好 整个过程有惊无险 贯穿始终的唯有祷告 人生能掌控的事情实在太有限 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时 神就开始工作 感谢主完全翻转了我看待人和事的眼光 以至于我的生命完全被翻转 我是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 但在最痛的试炼中 神会给你他的最甜 同管万有的天赋 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也明白我们的心 我们一生的年月都在他恩典奇妙的手中 我们曾想着背向他 走一条自己选的路 但他长阔高深的爱 总是引着我们回家 也许你现在也是曾经的我 在痛苦迷茫中 在危险挑战中 但别忘了神爱你 在最危难的关头 他与你同在 他爱你 还会爱你到底 感谢主持人